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你再往前半步 我就把你给杀了 你应该这么做 我也应该死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等我失去的时候 我才后悔末期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我过于此 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搁下去吧 不用再犹豫了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 怎么样 是不是看完这段视频之后有一种难受的感觉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这张节课最前面给你看那段文字 就是那首诗 其实无论是从视频中还是从文字当中 如果你能理解他人的欢乐与悲伤 那么你就已经具备了最初级的共情能力 如果你不仅可以理解 而且可以自己也能感受到同样的情绪 顾名思义就是指理解和分享他人感受 并对他人的处境做出恰当反应的一种能力 我们来想象一下 在我们想要安静的时候 你却看见一个大哭的孩子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你可能会被吵得心烦意乱 恨不得马上离开 你也可能会被他的消极情绪所感染 感到难过 也有可能会大声斥责他 让他不要再哭了 如果你责骂了他 那么你可能自己又会生自己的气 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小孩子 于是你可能会调整自己的情绪 想象这个孩子为什么要哭呢 怎么样才能让他停止哭泣呢 这些反应都和共情有关系 共情是人类最美丽的一种心理能力 科学研究发现 新生儿就能够对其他婴儿的哭声做出反应 12个月大的孩子就会安慰悲伤的同伴 而14到18个月大的时候 就能表现出主动的帮助行为 儿童从两岁开始看到别人悲伤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能够体会对方的情感 从而开始一系列的与情感有关的活动 比如说同情 抚慰或者是感动 在生活中 你也可以常常在电影院看到这样的情况 当男性和女性一起去看情感类电影的时候 女性往往容易感动的落泪 确实很多研究表明 女性的共情水平要高于男性 一般我们就会说 女性的情感更加细腻 更容易与电影中的人物产生共鸣 与其产生相同的情绪反应 因为电影中的人物悲伤 她就悲伤 因为她的喜悦而喜悦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感同身受 情绪分享处于共情的核心 是共情最简单 也是最古老的一种形式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 发现 女性在感知他人的时候 会比男性更多的利用 静向神经系统 静向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就是 知觉行动机制 也就是说 无论我们是亲自体验 还是观察他人的情绪体验 都会激活相似的脑区 有研究发现 当看见他人处于痛苦状态的时候 女性的静向神经系统 有更大的激活 也就是说 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 更容易产生共情 在另外的 利用功能性核实共振的研究当中发现 当面对他人情绪的时候 女性的右外侧前额叶皮层 有更加强烈的激活 而男性的左侧灭顶叶皮层 激活程度更强 这就表明 男性能够更好地区分自我和他人 阻止他人的情绪对自己产生影响 想象一下 结束一天的课程之后 你的朋友约你一块去吃晚饭 但是呢 你晚上有非常重要的活动必须参加 所以尽管你非常愿意接受他的邀请 但你不得不拒绝他 当你拒绝对方之后 看着对方湿肉的样子 想必你也会有内疚和自责 我们拒绝了别人的请求 尽管我们原本是不带有恶意的 但是我们还是会将对方被拒绝的心情 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来 感同身受的体会到被拒绝的滋味 好像我们反倒成了被拒绝的人一样 说起内疚对于我们的影响呢 想必你只能想到那些消极的方面 然而其实内疚也有很多积极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感受到内疚的时候 其实也是我们被训练的更加善解人意的过程 这会帮助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时候呢 更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只有深切的体会过内疚所带来的负罪感 才能促使我们在之后的交往中 尝试转换表达方式 尽量减少因为我们的行为 而给别人带来的伤害 从而帮助我们建立更加和谐的人际交往环境 心理学家丹尼尔提出过一个 共情对于人类互助行为的重要性 他认为对他人的共情引发了我们帮助别人 而这与自我的利益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而是出于无意的行为结果 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再次感到内疚 不要逃避 也不用沉溺其中 可以试着拥抱你的内疚 我还是要说 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 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共情能力 那么他可能不仅仅是缺乏同理心的冷漠的人 还可能有暴力的攻击行为 他对他人的情感往往是无动于衷的 是冷漠的 也无法与他人产生一丝一毫的共鸣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无法理解别人的情绪 无法体会生活的喜怒哀乐 我们的生活该是多么的寡淡无味 那么我们要怎样提高自己的共情能力呢 著名的护理学家Teresa认为 共情有四个重要特征 第一 接受他人观点的能力 也就是说 你至少要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 认同他人的观点 第二 不要对他人进行评论 第三 识别他人的情绪 并且尝试着与他进行交流 第四 与他人一起感受 其实在这里一定要先分清楚 共情和同情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高喊着 我该怎么办 我快要崩溃了的时候 一个人跟你说 哇 太糟糕了 那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而另一个人跟你说 我知道这件事很难解决 但是你并不孤单 我也在这里 你会喜欢哪一个人呢 显然 你一定会选择第二个人 因为第一个人 可能只能是同情 而第二个人才可以叫做共情 共情是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连接的 而同情呢 就会使人失去连接 当我们仅仅对他人怀有同情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喜欢给人一种 一丝希望的感觉 比如说你对别人说 我失业了 一定会有人跟你说 哦 至少你还有过工作 比如你说 我觉得我的恋爱关系非常的糟糕 一定会有人跟你说 至少你还有一段恋爱可以谈 听到这些话 你或许会更加难过 或者默默地走开 虽然出于同情 我们想让事情变得更好一些 但这却并不能真正的帮到你 也不能让你更多的去表达你内心的感受 要想真正理解一个人的情绪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首先你要学会尊重 因为只有尊重他人 才能让我们想要去了解他人的情绪和情感 也才能让我们不加任何评价 甚至不批评他们 其次要学会倾听 学会换位思考 再者我们要增加生活的阅历 丰富我们的生活经验 这样我们才可能设身处地的理解他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或者情感 最后要学会接纳 接纳对方 把对方的事情作为自己内心感受的一个部分 与他人共情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可能会让我们自己受到伤害 因为我们必须接纳对方的感受 并连接到我们自己内心那些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对方感受的一种东西上去 而这些东西往往并不是一些好的事情 有关这个部分 我们将在另外一门课 心理咨询与治疗当中 好好与大家慢慢谈 但是无论怎样 请牢牢记住 布朗博士说的 回应是很难让情况好转的 而真正能让事情变好的转机 是彼此的连接